随着科技的发展 手机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可以说是很快了 从按键手机 到智能手机初期的触屏手机 再到全面屏手机 我们见证了太多的手机形态 但要说到最新的 也有可能是未来主流的 恐怕就是折叠屏幕手机了 这或许会是未来几年流行的手机工业设计 MKBHD 是一位YouTube顶尖数码博主 拥有1510万订阅者 也是少有的在国内为数码圈爱好者所认可的顶尖博主 对OPPO Find N的评价是出道极巅峰 其表示OPPO Find N也许是现今地球上 最好的一款折叠屏手机 同时也是年度最佳小尺寸机型的有力竞争者 最重要的是 MKBHD的评价并不是主观意小 其从实用性、便携性、铰链、玻璃、电池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评价 所谓便携性不难理解 小巧很重要 OPPO Find N外屏采用5.49英寸方案 这意味着其在闭合状态下的大小与普通手机基本一致 单手即可操控 这也是目前采用左右折叠屏设计方案 整体造型最小小的同类型手机 同时OPPO Find N的机身重量只有275克 要知道iPhone 13 Pro Max的重量都有238克 折叠屏手机能够做到这个重量属实不易 上手使用相比同类型手机轻盈了许多 从实际测试来看 在启用外屏的情况下 通过观看视频 英雄联盟手游以及元神等高强度测试 连续使用5小时 最终剩余电量为62% 怎么去的 一定要用多重点 在宁测试来看 允许多多重点 我够做到这个重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